韩国Channel A电视台节目听到传闻 今日爆出人气男团Super Junior的35岁队长利特 曾和另一名有钱男艺人陷入三角链 更曾想过退出演艺界 一名娱乐记者表示 2006年SJ正值全胜时期 有一天利特在前往活动的途中 偶然见到一名女性并对她一见钟情 因为自己是艺人 所以很难主动接近对方 于是叫队友神童帮忙表白 后来神童成功地要到了该名女生的电话号码 但对方说因为利特是艺人 所以觉得很有压力 虽然利特遭到拒绝 但她并没有放弃 而是坐着公司的保姆车 去找比她大的女方 更特别播放了女生喜欢的音乐 最终成功追求到了女生 但是喜剧演员黄英正又爆料指 该名女生突然有一星期失去了音讯 之后又突然约利特去看电影 当利特和女友牵手去看电影时 女方突然收到一个电话 利特看到来电显示 是一名圈中有名的富二代 才知道原来女友正在和该艺人交往 只是暂时和利特见面 另外记者还称 当时利特十分喜欢女方 如果女方肯结婚 利特甚至愿意退出演艺界 而分手之后利特一直很伤心 要队友陪伴在旁开解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